限制總員額 健保更有趣 高舉白底黑字布條 賣力喊口號 議事人員穿上白袍 舉起黑十字代表醫療將死 依照立院前表達訴求 護理人一慌的時候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說要增加後學士護理 據我們所知 幾乎這一些後學士 大約只有三到五成的人 留在職場 近年醫療環境惡劣 薪資待遇不見改善 導致人力出走潮 為了解決人力荒 考選部公告 將降低護理國考門檻 並增額中醫藥學 護理的科系引發爭議 他講人不足 你應該是改善醫療環境 那不應該是說 那護理人員不足 我就收更多學生 甚至我降低 可以當護理師的人員的這個數值 降低這個國考的分數 根據低考護理師版調查 詢問六百二十四名現行護理師 對現行國考難易度的想法 有五成三認為難度該持平 近四成的人希望提高難度 另外僅有八點八百分之的人 希望降低國考難度 醫師人員 那到底是要多少 這是要隨著需求 這樣去做評估的啦 用一個很死的一個數字 把它框住的話 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主張 這還是有待評估啦 都是你們自己在感覺耶 你為什麼那麼霸道 一屆各團體決定在十九號 集結凱道 呼籲政府正式基層捍衛醫療品質 在你新聞江波瑋羅沛與台北採訪報導 入院 時釋 renew 進行 進行